在空中的擂台上 美军看来是志在必得 在海上 美军也咄咄逼人 企图将俄罗斯逼到墙角 据美国军事网站9月17号报道 美海军第二舰队12号至20号 在大西洋举行代号为黑寡夫的演习 重点是反潜作战 外界认为 美方此举可能是针对俄罗斯新进装备的 955A型战略导弹核潜艇 弗拉基密尔大公号和即将列装的885M型攻击核潜艇 据报道 在黑寡夫演习期间 美国海军出动了黄蜂号两栖攻击舰 阿里波克号驱逐舰 迈克福尔号驱逐舰 以及一艘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 和一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此外 美海军在演习中还出动了MH-60R海鹰反潜直升机 和P-8A海神反潜巡逻机 均为当今世界最先进最致命的航空反潜平台 美国海军第二潜艇作战群指挥官吉姆·沃特斯称 这是非常致命的组合 另据美国海军第六舰队9月15号发布的消息 美海军罗斯福号驱逐舰已前往黑海 连同北约盟国和伙伴国开展行动 以保证海上安全 这是今年内美国海军第六次进入黑海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海军在声明中强调要定期开展此类行动 不难看出 美国有意将黑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常态化 美国海军第六次进入黑海军回安